我現在在這個坦克的展台 那在我身後呢 就是一個搭萬眾主目的車型 坦克500 那其實坦克500 我覺得除了它的外型 最重要就是它的動力總成 3.0TV6雙歐輪增壓發動機 加上48伏的氫魂系統 那它的最大的功率是 354馬力 最大的扭矩是500牛 它匹配了一台九速的重置的AT變速箱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外型 其實它的車頭非常的有一種 我覺得反而是有一種像那種美式皮卡的感覺 那車側呢 又讓我想到了 比較偏向日式的這個越野車的設計 其實我個人是覺得 這個坦克車系300出了之後 可能大家的這個反應實在是蠻大的 所以又緊接著推出這個500 那從各項的車型外觀看起來 我覺得這輛車應該是一台挺值得入手的 不管你是日用也好 還是你真的想要拿來玩也好 應該它都能勝任的啦 然後來到內飾啊 其實這個是首次的內飾公開 大家可以看到內飾是非常的豪華 像是這個時鐘啦 還有這個擋霸 這個水晶擋霸 看起來高級感都是挺足夠的 然後這個全液晶的儀錶盤 在這輛車上也是必備的 那大家可以仔細的看一下這個內飾啊 像這個木紋飾板啊 還有一些鍍鉻的一些飾條 也是做得相當的到位啊 那這個椅子呢 我覺得坐起來啊 其實是比較偏向寬鬆的啦 包裹感不是很強 因為畢竟這不是一輛性能的轎車啊 那另外我剛上車的時候還注意到一點 就是你打開車門 它的踏板會伸出來啊 其實對我這種身高比較矮的人是蠻友好的啊 那來到第二排 其實第二排的空間當然是非常的寬敞啊 至少我這個身高呢 這膝部空間非常足夠 那頭部的空間也是蠻夠的 而且它的配置啊 還不錯啊 有一個手動的拉簾 然後整個質感呢 也是跟前排一樣非常好啊 這邊還有一個雙驅的恆溫空調啊 算是給第二排乘客有很不錯的一個配置啊 那它其實是一個七座車型 它有第三排啊 但是我剛剛這樣看了一下 我覺得這個第三排啊 應該就只是一個應急用的啦 就不用想太多 它會有多舒服的一個乘坐體驗啦 其實這輛車呢 從各項的一些參數來看 以及配置來看呢 都可以說是一輛硬派越野車 因為廠家還透露啊 這輛車是帶有三把鎖的 其實這就宣稱的 你真的要開它去越野也是沒有問題的 包括你看 它這個前下的配置啊 都是一輛越野車的配置啊 那大家一定很關心 這輛車呢 到底它的價格會弄在什麼地方 其實我們現在還不知道 好 大家可以猜 它的價格大概是在我們的區間啦 好了 那我今天的節目呢 就到這輛照顧了 大家會不會有其他呢 我好開心 我們最後一輛 發展了 最終一輛的 從人家需要 大小的 但是 公路的 這輛車 你 是